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菲律宾媒体8月24日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送三名归身的女非共去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 一亲眼看看共产主义现在已经过时了 杜特尔特今天参加东棉兰 老军区12周年庆 在此期间 他接见214名前新人民军 NPA叛乱分子说 明天 我将让你们去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 你们亲眼看看共产主义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大楼都很高 我们得只到这里而已 你们自己看看 他们已变得多现代 但是顺 没有谈论思想 却在说我昏迷不行 不要相信他 他已经老了 他有职肠癌 杜特尔特补充说 我希望你们当中的这三名女战士 到中国有所见事 到时候把你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同伴分享 此外 杜特尔特也要求归顺的叛乱分子回去山里 并说服更多人归顺政府 菲律宾武装部队 菲律宾武装部队此前安排过883名前叛乱分子 亨批前往马尼拉参观 据介绍 这些前叛乱分子是来自东联兰老的不同地区 他们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 自从年初非政府军实施强化的军事行动以来 至少已经有2263名新人民军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向政府当局投降 施顺在1968年创立菲律宾共产党CPP在同年发动反政府武装斗争 并在1969年成立新人民军NPA 有资料显示 非共领导的反政府武装 新人民军在1980年代最高峰时曾拥有26000名战士 目前有约4000名战士 在菲律宾全国80个省份中的60个省都有新人民军武装活动 他们一直坚持游击战 既为夺取政权 也没被政府军剿灭 双方冲突持续50余年 已导致至少3万人丧生 当前 新人民军已被菲律宾 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 但联合国并未将其列为恐怖组织 自渡特尔特出任非总统后 菲律宾政府与非共进行了四轮和谈 但都是中途废弃 对此 流亡荷兰30多年的施顺 指责政府和菲律宾军方打断 拖延 甚至已再终止和平谈判 施顺并威胁趁 由于杜特尔特暂停重启和平谈判 一场人民战争即将爆发 总统杜特尔特将被推翻 杜特尔特则回应趁 过去和平谈判失败后 施顺也威胁推翻政府 但没关系 我对此没有问题 所以 我们继续打仗 继续打了50年的仗 我们再打个30年如何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